四岁就以综艺节目出道的王世玲进入娱乐圈三年多 被外界说的最多的除了肥胖的身材 无依就是不肥的收入了 甚至有传言他一年就能赚千万 看到女儿小小年纪就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李湘坐不住了 日前在上某档综艺节目时就现场回应 用自己和老公王月伦的年收入否认了王世玲的天价年薪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李湘一年的收入也是相当吓人的 很多人一辈子都挣不了的 王世玲从爸爸去哪播出开始就开启了捞筋的脚步 各种广告代言不断传言称 其个人首个代言就进账七位数 后来还与李湘王友伦以一家三口的形式做过代言 费用也是高达一千五百万元 成为当年明星家庭非西金王 当时甚至有网友吐槽 这是要让印钞机卡壳的节奏啊 而除了广告代言外呢 王世玲参演的电影也不少 诸如爸爸去哪大电影澳门风云 爸爸的假期宝贝当家都有他的身影 而宝贝当家直接升级为女主角 拿了不少片酬 之前也有网友爆料说 王世玲光在澳门风云2里面的片酬就达到了一千二百万 导演王金虽然没有明说 但留下的一句话让人忍不住相信这是真的 当时王金称 我觉得基本上也很合理的一个酬劳 因为我们连王月伦导演相继什么都不能干 都得来陪他所以我觉得已经很合理了 意思似乎是片酬也算得上李香和王月伦的务工费 推测下来应该是低不了的 虽说李香一直对女儿的片酬问题讳莫如深 但这次在亮相一档新的综艺节目时时 还是公开回应了 只言王世玲的千万年薪传闻是补风捉影 因为这是夫妻俩的年薪 收入高自然消费也高了 前段时间李香就翻出来过早前上节目时提到的六十五万收获费 这次上节目李香也一并回应了 称自己平时都是去菜市场买菜的 间接回应天价生活费传闻 当然人家有这个收入水平多消费一点无可厚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